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抵达 台南市长黄伟哲几乎压线 桃园市长郑文灿迟到三分钟 不过奇怪 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原来可能第一次路不熟 直接从后门溜进会议室 原本安排受访的侯友宜 害韩国与卢秀燕组成新复仇者联盟 同时走出会场闲聊后一一上车 而柯文哲始终如一 一个人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到底谈些什么 柯市长跟郑市长今天没有发言 韩市长他大概分成了绿灯 黄灯 红灯三个等级的相关的建设 认为这个是未来那么在推动跟中央合作的时候三个不同的进度 行政市长赖清德一一握手致意 还让新市长们讲好讲满 赖清德承诺市长换人当预算不会变 但这可能是他倒数几次行政院会 从台南一路追随的国发会主委陈美玲喊出同进退 这个是制度嘛 总持就是我们所有的阁员就要随同院长一起请示 没有问题啊 阁员代退 新市长们行政院会出体验 迎新送旧 意味浓厚 三连新闻 陈爵中会集群小组谈不到